好 回到新聞現場來關心點案最新的訊息 之前陳之中說要認罪協商 但是現在施明德他出面講話了 他說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而目前市長最近情形我們連線給記者李玉蓉 好 主觀眾今天施明德是召開記者會說要控告 這過去兩年對他提出說他A的反貪倒貶的錢的人 不過今天被派來請來審核賬的律師夜大會 卻意外的沒有出席 讓整個記者會變了掉 那麼後來施明德被問到了說 這個好像陳之中要進行認罪協商 施明德不評論說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卻說這個陳之中和黃瑞進來進行認罪協商 根本就是大逆不道的行為 我們來聽聽施明德的最新說法 這個行為造成了一個社會非常非常壞的 公然的第一家庭的 道德的敗壞 那就是黃瑞進 陳之中 你跟你媽媽住在一個屋檐下 為什麼你不欠你媽媽來認罪 自己供出來的那些錢 然後讓你來供出來 等於等同你在出賣你媽媽 出賣你爸爸 出賣父母來保住自己的自由 這是何等不逆大逆不道的行為啊 好 先前傳出這個葉大會會擔任陳之中的辯護律師 也是施明德在背後所操控的 那麼施明德今天是出面駁斥了這項傳言 他說葉大會之前在擔任陳之中辯護律師之前 確實有來跟他聊過 不過那個時候他已經決定 也已經簽下了委任狀 就是希望能夠來幫助陳之中來進行認罪協商 那麼今天施明德也是炮火全開 對扁家人全部都來開炮 甚至呢這個前總統陳水扁在臺北更新所要辦這個真文比賽 施明德也認為說他根本就是精神有問題 我們來聽聽施明德怎麼說 但是我一定表現最惡劣最無恥的總統 現在我還要加一句 是犯罪以後表現最惡劣最無恥也最荒謬的一個人 加上一個荒謬啦 他的表現真的是每一表現是讓台灣在全世界丟臉 他竟然不清楚到這種狀況 所以我今天我不得不懷疑他的精神狀態是不是出了問題 以前我只認為他有造症 你可以看到他演講在面對群眾的時候 他抓狂的那個狂狂 我以前是在他當總統 總統以前我都認為他有一個造症的患者 但是現在我都認為他對核心價值真的完全錯亂 而且不知知識上的錯亂 可能精神狀態都出了問題 可以聽得出來施明德是把話說得非常的重 這個炮口對準了貶家的兩代認為說 他們根本就是無恥惡劣之徒 那麼以上是目前我們在想要掌握最近狀況 先把時間加還給彭內主播 好的看到這個施明德呢 批陳之中是大逆不到 也批陳水貶是無恥惡劣 可能還是精神有點問題喔 這是目前的現場最新情形